1到3這幾天 那另外當然如果你要找相關的資源 其實雲端上都有了 我又把它放在雲端白板 OK 所以你可以在我們的雲端白板 找一下雲端白板 這邊就有那個這個截圖 你可以把這個截圖打開來 反正就答案在這上面 那照著打了 基本上如果連照著打都打錯 那當然就有可能一些疏忽 不過熟了之後 我想你應該會越打越順手 OK好 那這個地方是第一個 第二個在雲端上面有一個連結 就是之前上課的 那你如果是要看之前上課 這邊也有了 點擊進來 雲端上也有 我之前的上課教學 你可以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反正 有這個比較有動作的 你可以就是說 看你哪個部分不熟 你就做不出來 反正你就是點擊它 然後去看哪個部分 你可能是有錯誤的 題目裡面大概會有 裡面的話 這是我啦 我的聲音 不過應該 跟那個現場不太一樣 跟本人講話聲音也不太一樣 OK那當然 就可以自己跳到哪個部分 你可以快轉一下 或者按前進嘛 這邊有個快轉鍵 按往前往後 有沒有你可以自己再稍微把答案找一下 這蠻多方式 可以讓各位 保證學會 OK 好 那在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第四 然後他說 在F62 到 I62 使用這個 叫Average 這個平均的函數 計算身高 體重 標準身 標準體重 跟增減體重的平均值 但是他說 請勿使用原格式設定 請勿更改 對 請勿 對 請勿更改 OK 重點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要原來的格式 另外的話 這個區域裡面的字 要用這個字型 另外的話 背景要改成橘色的 OK 那怎麼做 特別注意 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游標放在F 這個 F62的位置 插入一個函數 函數的話 因為我們要平均 所以請你找到平均 那平均的話 應該在統計裡面 統計裡面第二個就是了 Average 或者你從這邊 自動加總這邊 也可以找到平均 其實很多地方 可以找到平均 那他會問你說 你的範圍是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個範圍 F7到這個F61 應該理論上沒錯 你可以看一下F7 從第七號 就是等於第七列 一直到61 這個範圍沒錯的話 按個確定就好了 確定之後 他平均幫你平均出 那可是問題特別注意 理論上習慣是 向右填滿 可是他意思是說 你不要這樣填滿 那怎麼辦呢 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 利用那個 重複這個動作 當然你可能要再重新 再做一次 插入這個 你當然也可以從這邊 這邊有個平均值 其實也是Average 也可以找到那個Average 這邊有個平均值 你也可以從這邊平均值 他一樣會幫你抓這個 這個地方 是不是對 對的話就打勾就可以了 好 那一樣的方法 等於變成要做四次 你不能用向右填滿 不過我記得好像有個方法 是不是可以 可以複製 你不能用向右填滿了 所以 這個地方 變成要重複做 變成重複做平均值 一樣做打勾 他才會把格式 直接帶下來 不然你向右填滿的話 那他就會 格式會改變 就不是他要的 呃 來我看一下 他的意思是不是 請勿更改 原來的格式 OK 那第一個 那原來格式 請勿更改原來格式 看一下最後的結果 是不是 他這個沒有 看一下 最後做完的 他要長這樣 OK 所以 要重新做 變成要做四次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他題目要求怎麼樣 要我們做那個第二個 這個區域裡面的文字 要更改他的什麼 他的字型 所以選取這個範圍 那找到這個字型 A開頭的 這個 這個 A開頭的往下找 那他一樣 應該會放在這個 Area字型這邊 這一個 OK 這一個 不過他後面多一個 Unicode 不過沒關係 我們用 把這個當成我們要的 OK 點選他 再來呢 把他的底色 底色是油漆桶 改成什麼 改成橘色 這個橘色 當你橘色你點下去 你會 你當然你不確定說 他是不是你要的 你可以點其他色彩 他一樣會有RGB 看一下題目是不是 2551990 沒錯 剛這邊當然也就是 就是橙色 實際上就是這個顏色 當然你就 點一下橙色就可以 那我們就完成什麼 123這三個 OK 那第四題就完成了 所以特別說 這個Average 他一般習慣是向右填滿 可是這一題比較特殊 他不要更改原來的格式設定 所以你不能用向右填滿 你變成一個一個慢慢做 然後更改這個字體 然後改成橙色 再來的話 設定什麼 A6到I的62 這個範圍呢 給他一個名稱 叫做學生名測 那特別注意 怎麼樣定義那個名稱範圍 好像前面我們有做過類似的 有 那名稱範圍 當然第一個先把範圍選起來 A6到I的62 對不對 這個按Shift鍵 或者其實你可以Ctrl Shift向右向下 反正結果會是一樣 選完之後呢 把這個上面的名稱 定義 定義名稱有兩個方法 一 直接在這邊輸入按個Enter 二 公式裡面有個定義名稱 可以從這邊去輸入 那名稱的話呢 他要我們給一個名稱叫學生名測 所以呢我們就是直接輸入學生名測 OK好 當然你在這邊輸入 跟在這邊輸入 結果會是一樣的 那這邊是按確定 可是這邊記得要按Enter 因為之前有同學 輸入學生名測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有沒有 他忘了按Enter 直接就跳過 其實你沒有按Enter 等於你沒做嘛 所以之前有同學 有遇到這樣的狀況 按確定之後 那有沒有 其實他也會變成學生名測 那以後的話 就按F3 可以找到學生名測 把那個名稱當成是範圍 好 那第一個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定義名稱了 再來呢 第六就是要列印 那也就是列印的時候 將來當然你做完這些事情 勢必就是要列印出去 然後列印的話呢 第一個 他說要列印那個學生名測 的這個範圍 就剛剛我們選的 第二個的話呢 列印範圍 為 什麼 列印標題 特別叫標題為第六列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也就是說其實 我們列印之後 這邊就結果了 結束了 沒有了 好 那我們來看怎麼列印 第一個 列印部分的話 基本上是在那個 版面配置這裡 版面配置這個地方 基本上有版面配置 當然你可以在版面配置之前 你可以先做一件事 就是列印這邊有個預覽列印 那這個預覽列印的話 你會發現它印的時候呢 是全部印 全部印 OK 這個地方當然你如果印的時候 你如果選的是這個範圍 那上面的東西就不會出現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 這當然不只一頁對不對 你第二頁你會發現 這個上面沒有什麼 沒有那個 就是它的那個標 就是它的那個欄位的名稱 那怎麼辦 那以往你怎麼辦 它用剪貼布貼上去 當然不可能 所以你要怎麼讓它跨頁標題 重複 OK 這個蠻重要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切到版面配置 版面配置特別注意 一般習慣 如果我在設定那個列印前的設定 我會在版面配置的右下角 找到一個機關 這個機關裡面就是可以設定 所有列印需要用到的相關功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點擊這個 點它之後的話 當然你可以設定直的或橫的 這個當然題目沒講到 我們就不去做設定 那我們需要設定的部分的話呢 你可以往右邊切過來 切到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裡面呢 第一個你需要做什麼 列印有沒有 它說列印的範圍在哪裡 就是學生名測 所以呢 你做什麼事呢 很簡單 游標放在列印範圍這裡 按F3 這個時候呢 它會跳出什麼 你要列印的範圍 就剛剛我們定義的吧 然後把學生名測給它 這樣子的話呢 它上面這些東西都不會印到了 OK 第二個的話呢 列印標題 那什麼意思呢 標題就是 每一頁上面會不會都有 重複的那個標題列呢 有 在哪一列 在第六列 所以記得喔 標題列請你怎麼樣 把這個六 有沒有移到六 這個六列的地方把它選一下 點一下 這個時候呢 它會自動幫你呢 把第六列的這個相關訊息 放到這裡 它會出現一個什麼 鎖定第六到第六 實際上就是第六列的意思 好 這樣的話我們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喔 版面設定 的這個箭頭 到這邊 切到工作表 F3 OK 然後呢 學生名測 再點這邊 給它 什麼呢 例 就是標題列 好 好了之後的話 按個確定 應該這個沒問題吧 反正等一下找一下 按確定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如果說你想要看 到底是不是符合你要的 你切到 檔案裡面的列印 它會有一個什麼 你會發現喔 第一個 因為我列印的範圍 沒有包括上面的東西 所以原來上面的東西 就不會出現 第一個喔 第二個呢 你可以往下一頁 那因為它有兩頁嘛 你可以這個下面一個下一頁 或者用卷軸有沒有 你那個滑鼠的這個滾輪喔 往下 那你會發現呢 第二個 這個上面呢 也多了一個所謂的標題列 那當然未來喔 如果你有10頁20頁 每一頁都會出現這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標題列 OK 應該可以理解吧 好 將來如果你做完這個 你的資料之後啦 如果要列印出去成報表的話 那請務必記得喔 要先做一些格式設定 OK啦 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試一下 那這邊應該就完成我們要的喔 所以這個跟這個完成 那最後記得呢 把這一題的結果喔 一樣用另存新檔 存存 這個是在 而且我先放桌面 當然你不過你們桌面 可能有問題 你就存在低 低疊底下 這就202A 那這一題就完成了喔 OK 所以基本上這一題 並不是算很困難的題目啦喔 好 點燈